嗨 大家好 我是艾佳 這個時間大家肚子餓了嗎? 今天呢 看我們桌上很多包東西 沒錯 今天我們又要來開箱了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樣 其實對於每天要吃什麼 有時候都會沒有idea 就是想破頭腦 所以呢 這次我要開箱的是 在網路上非常有名的 花腸 他們推出的就是料理包 那我們平常就是 在家不知道吃什麼的時候就可以方便料理 那我們現在先去加熱 他的料理方式非常簡單 他只要隔水加熱就可以了 今天呢 我總共選了 七道菜 然後一個湯跟兩款麵吃 等一下依依來開箱 到底好不好吃 現在呢 我們已經在加熱當中 他只要隔水加熱就好了 欸 這是寶芳的鍋滿 他有一個鍋子放不下來 水是夠的喔 好 那就等他料理一下 花腸在網路上其實真的非常的有名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這個牌子 而且他其實他有個精神是什麼 一生寻命 所以我對他的料理應該蠻有信心的 好了 我們現在呢 七菜一湯跟兩碗麵已經上桌了 大概20分鐘不到就上桌了 然後呢 他這個份量呢 他每一份大概是四人份左右 因為怕麵會糊掉呢 所以我決定先吃麵 這個麵呢 他是一人份 但我覺得他其實蠻大碗的 這個是五花肉叉燒同苦拉麵 然後他是麵煮過之後再加入他的湯包 然後他裡面還有配料包 就是有木耳跟豆皮 然後他還有叉燒肉 他裡面總共有三片的叉燒肉 因為我選五花 所以這個是五花的叉燒肉 而且他很大片啊 他是有點厚度的喔 先喝一口湯 湯45口了 他叉燒我喜歡 他五花的地方入口即化 然後瘦的地方呢 有一點點的咬勁 我覺得這盤在家裡蠻方便的耶 用筷子鍋稍微煮一下就可以熟了 我覺得小玉可以喝上這樣一碗湯 好滿足喔 接下來呢 下一碗麵這個是 半筋半肉番茄牛肉麵 他的麵是那種手工的刀削麵 好吃 不是那麼好加 然後他的半筋 他肉其實蠻多的耶 如果自己吃啊 就是可能可以再加一點菜 或加蔥花之類的 調味一下 他麵好Q喔 吃吃看他的牛肉 他的牛肉不是入口即化那種 他還有帶一點點的口感 但不會讓你覺得很硬或很乾彩 我覺得他番茄味蠻重的 但是他跟紅燒味很協調 他的牛肉 他的牛筋也是有點QQ的 他不是入口即化那種 吃完 主食兩個都吃完了 對 就是一口就一口預報不能 剛剛吃完了兩款麵類呢 我都覺得這兩款都還不錯 當然他還有其他口味的麵類可以選 然後有興趣的人呢 就是可以自己去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要吃功夫菜 畢竟因為功夫菜呢 比較不好料理 就是手續繁長 一般不太會在家裡做 尤其像我 因為我真的廚藝不太好 我要是第一個要吃 三星蔥牛筋 看沒辦法你做好 最後的錯吧 他其實要切片 但是算了我想要直接吃 他調味不會太鹹 因為他是聚骨 吃起來很方便 肉也很嫩耶 這皮好好吃喔 有機我很滿意 這個我喜歡 下一道呢 是三杯白菇 因為我個人呢 很喜歡吃菇類 我覺得這道好下飯喔 你小姐要點菜嗎 我覺得我應該要來一碗白飯 一碗白飯是不是 嗯 請教練喔 白飯 這一碗真的太大碗 二十塊 這真的很下飯 而且我覺得這種 隔水加熱的料理包啊 就是去露營啊 或者是去民宿住啊 或者是有人來家裡做客 所以直接這樣料理一下 就可以上桌了 梅干扣肉 你看梅干有多少 真材實料然後扣肉 這道蠻正口味的 這個一定要配飯 這道蠻正口味的 這個一定要配飯 這專門下飯用的吧 蘇航東坡肉 已經先幫他切片了 我最喜歡吃 重肥肉三層肉 我怕肉 它這個醬汁非常的夠味 然後肉其實很嫩 肥的地方咬下去就有點化開了 我覺得不太敢吃肥肉的朋友應該可以試試看 這個醬汁超好吃 它帶有一點甜 因為我個人是南部人 我蠻喜歡帶有一點甜的醬汁 下一個這個呢 是鍋耳朵紅酒燉牛肉 這看起來就是下飯的一道菜 它裡面有牛肉塊 然後跟它的醬汁 我覺得大家好像吃自助餐喔 但自助餐應該也買不到這種菜色對不對 對 其實這款有點大人味 因為它其實帶了 番茄的甜味之後 帶了一點點尾韻的苦 我這個很重 我覺得真的拿手會發抖 這個是麻油猴頭菇 猴頭菇其實外面比較少買到 就是比較像 像那種專門賣素食的材料行 才比較買得到猴頭菇 我覺得猴頭菇其實吃起來很像肉的感覺 我個人一直都蠻喜歡吃猴頭菇的 但它麻油的調味不是說 非常非常濃那種調味 不一定要冬天才能吃 它的調味其實是 我覺得是順順的 接下來呢我先喝一下湯 干貝百菇鮮雞湯 你看它的肉 它肉有很多 它滿滿的都是肉耶 有沒有 沒有 這好鮮喔 我覺得好像在做日公路 哈囉 這脂肉超嫩的 我覺得買這高菜 家裡的長輩一定會大餘 因為它的肉很嫩很好咬 其實它的調味都不會太重 目前我覺得調味比較重 大概就是 蘇杭東貨肉跟美甘扣肉 但這兩道本來就是調味會比較重 其他調味其實 都淡淡的 今天呢我自己選了就是七菜一湯跟兩個麵食 我們全部都試吃完畢了 我個人是覺得 它滿能買的 是因為它料理起來非常的方便 就是擺在家裡 隨時隔水加熱就可以吃了 或者是朋友來家裡做客 隨便弄一弄就可以上桌了 然後像三星蔥野雞我個人也滿喜歡的 它有三杯百菇 就是給大家做參考 有興趣的人呢 也可以直接去它的網站購買 因為畢竟花腸在網路上 真的是非常的有名 它除了教一些料理的東西之外 就是它有出一些調理包 你是要來照顧小組的 還是要來吃東西的 你又被相約問信了嗎 我可以吃一點嗎 我幫你等一下 我五分鐘後就把它掃光了 好嫩的 我夾 再一根肉就好了 你剛才是想吃這感覺 我覺得感覺就很軟嫩 軟嫩 不管兩塊都要想走 吃完 好啦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為止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人呢 記得幫我按讚按訂閱和開鈴鐺喔 然後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掰掰